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晶圆代工巨头台积电董事长兼总裁魏哲嘉在日前表示, 随着生成是AI应用兴起,台积电界技术领先地位, 业绩表现优于同行,并抓住了未来的AI和HPC相关增长机会。 台积电2023年,主要成就包括,晶圆出货量达1200万片,12英寸晶圆约当量, 先进制程销售额,占整体晶圆销售额58%,高于2022年53%,提供了288种制程, 为528个客户,生产11895种产品。 台积电占据了占全球不含记忆体晶片的纯粹逻辑半导体制造产值的28%, 除了推动核心业务获利成长,台积电也持续致力于绿色制造建立负责任的供应链, 打造多元包容职场培育人才及关怀弱势等履行企业公民责任。 迈入2024年,虽然大环境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 但今年将是台积电健康成长的一年。 面向AI晶片的最新半导体封装解决方案, 强大的晶圆制造设计生态系统, 以及高粮率生产更大尺寸晶片, 都是台积电的优势与机会。 受益于技术领先和广泛的客户群, 持续投资半导体制成技术, 有目标地执行全球制造策略, 台积电2024年业绩预计将逐渐成长。 若以美元计,台积电全年营收预计将增长20%至25%。 魏哲家表示,对于AI的看法非常的乐观。 目前,AI应用仍在起步阶段, 而台积电的技术则远远领先于同行, 处于非常有力的位置, 没有人可以竞争。 在制成技术方面, 魏哲家指出,台积电的技术规划是每一年都在精进。 比如, 明年的三奈米要比今年好, 后年又比明年好。 不论是在前段还是后段制成都一样, 永远不会停下来, 客户对此也非常欢迎, 因为产品一年一年在进步。 魏哲家表示, 目前台积电没有竞争对手, 也从来不怕竞争, 永远都在迎面, 但也不会骄傲到忘记自己是谁。 台积电也要向客户秀出价值, 如果以每一个代来看, 台积电其实是最便宜的, 所以, 未来还有空间往上提。 在资本支出方面, 魏哲家强调, 台积电会小心谨慎, 现在的投资大都是为了几年后的发展, 这策略也不会改变。 台积电将根据市场需求, 审慎考察资本支出计划, 规划产能, 至于是否超过先前三年一千亿美元, 请大家请拭目以待。 在此背景之下, 韩国媒体Business Korea 最近引述台湾媒体消息, 报道指出, 辉达AMD、英特尔、高通、 研发科、苹果及Google等七家公司, 都优先将采用台积电的三奈米工艺, 甚至抢光了台积电未来一年多的产能。 近期还传出消息称, 台积电三奈米将涨价5%, CoreOS先进封装价格也将上涨10%至20%。 在汇达执行长黄仁勋支持台积电涨价后, 苹果和高通等大客户也可能愿意容忍台积电调整报价。 报道还指出, 到目前为止, 三星的2奈米和3奈米都还没传出取得大客户订单, 暗示可能是由于科技大厂看重可信度和质量的程度, 渗余价格。 即便台积电涨价, 三星等对手能迎接的转单效益有限。 韩国一名产业人士就说, 在挑选晶圆代工厂时, 技术实力扮演的角色渗余价格, 三星必须运用环绕市炸机GAA等特殊技术, 赢得更多客户。 尽管三星很早就抢在台积电之前, 于2022年6月底宣布了启动3奈米GAA量产, 但却一直难以赢得大客户。 有产业专家指出, 原因出载良率与功耗表现不佳。 三星第一代3奈米节点, SF3E的良率和效率表现却始终低于预期, 只能应用于加密货币、挖矿等利基市场。 这种情况下, 三星系统LSI部门开发, 基于三星晶圆代工3奈米制程生产的 Exynos 2500晶片的良率多处传闻显示, 也令人失望。 分析显示, 虽然三星3奈米大幅聚焦控制功耗与热能, 表现还是比台积电低10%至20%, 一家全球晶圆代工大厂的代表透露, 大客户选择台积电的主因, 包括先进制程功耗效率差异与热能管理。 另据韩国媒体CDNet Korea爆料称, 三星电子最新的Exynos 2500处理器 虽然已经完成了流片, 但是目前良率仍略低于20%, 未来能否用于Galaxy S25系列旗舰智慧型手机, 还不确定。 而之前, 天风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此前也爆料称, Exynos 2500处理器可能因为低于预期的300米产量而无法供应, 高通或将会是Galaxy S25系列唯一的处理器供应商。 不过, 据Notebook Check报道, 三星仍未放弃Exynos 2500, 目前正专注于新款SoC的量产工作, 正想方设法提升量产的量体率。 而Exynos 2500量率低的关键, 在于其所采用的三星第二代三奈米GAA制程工艺, SF3的量率仅为20%。 但是由于现在距离Galaxy S25系列的正式发表还有不少时间, 因此, 三星希望努力在今年10月之前将Exynos 2500的量品率提升至6成的水平, 以达到量产的标准。 此前的传闻显示, Exynos 2500将继续采用1加2加3加4的10和4层级CPU架构, 只不过,Exynos 2500将会改用Cortex-X5超大核和Cortex-A730大核, 相比Exynos 2400中的Cortex-X4和Cortex-A720会带来效能的进一步提升。 最高主频可能也将达到3.2G至3.3G左右, 并且将会集成AMD的GPU IP。 有初步的测试显示, Exynos 2500有着不错的效能表现, 测试里CPU和GPU效能都能战胜高通骁龙8 Gen3。 相比之下, 高通C1的骁龙8 Gen4虽然效能更强, 但是传闻成本相比骁龙8 Gen3高出25%至30%至190美元至200美元。 主要原因在于, 骁龙8 Gen4采用了台积电最新且成本较高的N3E制程。 显然, 三星希望Exynos 2500能够助力其提升自研晶片占比, 以减少对于高通处理器的依赖, 并降低采购成本。 除了采用高通骁龙8 Gen4处理器之外, 为了提高溢价能力, 近日韩国媒体也表示, 会首次破天荒地把联发科天机9400芯片纳入采购清单, 罕见形成三轨并发的态势。 总体来看, Exynos 2500如果能够顺利被Galaxy S25系列采用, 毫无疑问, 将助力三星自家的第二代三奈米GAA制程的量产出货, 可以对其他潜在客户起到很好的示范效果。 但是目前, 三星自己的第二代三奈米GAA制程的良率成为了蓝路虎, 三星需要尽快将良率提升上来, 否则Galaxy S25系列就会起到反向宣传作用。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用户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用户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